今天我们来做饭吧 我们开始做饭吧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做我们俄罗斯的美食吧 你还记得吗 我们还有一个家教他很喜欢吃豆菜 对 我还记得 他好好啊 他每次来我们家的时候 可能今天有那个好吃的美食 那我们今天跟你们一起去做吧 来吧 先我们需要土豆 然后呢还需要牛奶 还有环油 然后呢还需要盐 盐 还要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可以打成一些那种超级小片 然后软的 让它很软 然后在嘴里它是会那种软软的 所以会很好吃的 现在我们开始切这个上面的皮吧 在中国 中国人经常吃米饭 可是在俄罗斯呢 我们吃 经常吃那个土豆 你比较喜欢米饭还是土豆 我比较喜欢土豆 我也是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土豆丝就是捏成软的那种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土豆切成两半或者是三半 现在我们倒入饮用水吧 把土豆放在火上面 现在大概我们要等15分钟吧 我们要等它软了 然后呢我们就试一下它软了就好了 现在它已经有这些泡泡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盐倒进去 就是我们要比较多一点 就是要感觉 就是比较多盐那种感觉 那现在就让它再等一会吧 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的土豆已经做好了的 我们先打开 然后呢再拿一个刀 这样插进去 如果它是软的 已经做好了的 如果它还是有点硬 然后进不去的话 它就还没做完 所以 然后这个你们看它们已经做好了的 所以可以关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倒出去我们的水 然后我们还要留一点水 就大概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们要烫一下我们的牛奶 要等一分钟 现在我们需要大概一半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块 所以我切成两半了 现在我们要放进去 就是我们的牛奶在弄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弄软 然后现在倒进去我们的牛奶 然后现在慢慢的很小心的搅拌 然后必须要搅拌均匀 试一下盐加的够吗 我觉得还要加一点点 就不需要太多 然后呢搅拌 我们要把土豆弄成软的 不要有一些小的硬的球 我们的土豆已经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放到桌子上 现在一起去尝尝吧 现在我来试土豆 哇好香啊 特别软特别香 就是牛奶的味道 还有土豆的味道 现在我来试试我们的土豆 哇那种超级的软 然后在里面如果放进去 它那种飘飘的在那种飘 就是反正真的超级好吃 然后呢它是真的有那种奶的味道 然后还有加上土豆 一起打打起来的 然后真的超级的好吃 很香的 然后你们看看吧 超级的软 好 好吃 我们已经吃饱了 特别好吃 也特别香 喜欢 你喜欢吗 特别喜欢 那好 我们下次再来一起做另一些菜 比如说俄罗斯啊 或者中国菜 我们都会做 我们也会跟你们做 所以你们必须要关注我们 点赞点赞 拜拜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哈哈哈哈哈哈 还断肚子 耶 再来再来 今天 你可选了这么多 不是 你可不可以 今天 今天 我们来做饭吧 今天 你的真的不然 但不练 我们来做饭吧 一 二 三 我们开始做饭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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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ão uri 大家好 菇月 吃 吧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吃我們俄羅斯的食物吧 你還記得嗎 我們有一個家叫他很喜歡吃吃豆菜 對啊 我記得他叫小小高 小小高 好好啊